大家好,我是劳博士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2023年4月22号晚上的7点32分 那么今天给大家录一段视频 讲讲香港OSL交易所的前世今生 希望大家喜欢 那么开始之前还是免责声明 本人在YouTube社区发表的所有的资料言论 仅代表个人观点,不过成任何投资或者法律建议 投资有风险,路市需谨慎 那么最近还是有很多人私聊我 说咱们这个PT到底有没有跟香港的OSL交易所合作 有没有跟咱们大天早合作 有的人还是不理解或者不相信 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香港OSL交易所的前世今生 那么希望你看完了之后呢 你就能找到答案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香港OSL交易所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大家可以看看它的官网叫做osl.com 然后这个你要看中文呢 就点这个sc简体中文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香港的OSL交易所的官方网站 那么官方网站呢 那你点一下这个团队呢 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主要的领导人 一会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这是它的交易所的主页 那么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是属于BC科技集团 那么它的董事会呢 有执行董事 执行董事呢 它的CEO呢 叫做Madden Huld 道格拉斯 那么它的副主席呢 叫做Law Kempong 这个他还没有用中文 然后还有一个呢 是叫做高振顺 还有一个叫Chapman David James 那么在这些人里呢 最有影响力的或者说主要的核心呢 就是这个 这个用拼音的 Law Kempong 那为什么这个人是很重要呢 因为他是法定代表人或者是法人 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 他这个BC科技集团或者叫OSL交易所呢 在中国大陆呢 它有主要营业地点 是在上海市黄浦区淮海中路99号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华为的上海研究所呢 或者叫PT上海运营中心呢 它是在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路2222号 你会发现这两个距离其实蛮近的 我们看看地图 为什么这个BC科技集团 在中国大陆是在上海 而且离咱们的华为这么近 那我们用谷歌地图看一下 它这个距离呢 只有17公里 开车呢 只有27分钟 那么大家认为这是个巧合吗 为什么这么近 如果你认为是巧合呢 那我们就展示认为它是个巧合 我们主要看看这个主要的领导人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这几个领导人 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这个Law Ken Bong 这个人 从百度百科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个人呢 是以前呢 是在另外一家公司 叫做ANX International国际 这家公司 那么他也是这个行业里的人 那么他从18年4月开始呢 担任BC科技集团的执行董事 然后从19年7月11号呢 被聘为这个BC科技集团的董事会的副主席 大家注意看这个时间点 这个Law Ken Bong 他是ANX International的行政总裁 以前 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 这个ANX国际的创办人 除了他以外呢 还有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老外 叫Madden Huge Douglas 我们看到了哈 好 那么这两个人的照片都出来了哈 这个呢 就是香港OSL交易所的行政总裁和副总裁 这两个人 那么如果你看香港的媒体呢 他这里有个链接可以看哈 那么这个老外呢 在早在2013年呢 就和另外两位合伙人 创立了这个ANX国际 然后呢 还开了一个比特币交易的实体店 所以他是个币圈的人哈 不过大家注意看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哈 说这个交易所 就是这个ANX国际 他在2019年年中的时候 进入维护状态 停止了所有的交易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 这个网页有关于这个的报道 哈 好 那么问题就很奇怪了哈 为什么这个香港的这个ANX国际交易所 在2019年的年中 突然进入了维护状态 停止了所有的交易 为什么哈 那么答案呢 就是后来发生的事情 2019年628PT官网 那么现在呢 这个所谓的ANX国际这个交易所呢 改头换面叫做OSL交易所 那么他的三位领导人哈 包括这个啊这个人 还有两位合伙人 其中之一就是这个Lock & Ball 又变成了OSL交易所的创始人哈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这个以前的这个交易所 进入了官网维护状态 从2019年的年中 也就是6月份 那么到现在又变成了OSL了呢 难道没有人 没有用户去维权吗 去上访吗 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交易所 说关了就关了 没有没有没有原因哈 没有理由就关网了 然后突然又开网 开网就变成了OSL交易所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哈 那我们看看这个介绍哈 AX国际 它是香港的区块链协会的会员 成立呢是2013年的6月份 2013年的6月17号 由这个卢健邦 Dave Champion 和Huge Madden联合创立 那么这个我们就发现了 这个叫Lock & Ball 这个人 他的中文就叫做卢健邦 卢健邦 前两天呢 他在香港呢 还会见了咱们的宝阿爷 那么他们2013年就成立了 一个这个交易所哈 从19年的6月1号 就官网进入了维护状态 所有的交易服务停止了 那么后来几天以后呢 我们就是2019年的628 咱们PT就官网了哈 那么这中间有没有什么任何的联系呢 大家可以猜一猜哈 为什么一个好好的香港交易所会 6月1号就官网到现在哈 然后628PT就官网了哈 然后现在这个交易所呢 这帮领导人呢 又摇身一变 又摇身一变 变成了OSL交易所的领导人 为什么哈 我们看到这个AX 这个交易所是个很牛的交易所哈 那么它是 成立于2013年的6月 是香港使用量最多的比特币交易平台之一 而且是首家获得香港海关颁发的 金钱服务经营者执照的一个 有牌照的一个交易所 那么这么牛的一个交易所还有牌照 在香港有牌照 为什么会在2019年的6月1号 突然官网到现在哈 而且他们还出了一个手机的钱包 看到没有 好那么这三个人 刚刚说的这个ANX交易所的这三个人 现在是OSL交易所的创始人哈 那么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事情很奇怪 一个香港的交易所在官网跑路以后 几年以后突然拿到了香港的合法的执照 按道理这三个人从我们正常来理解 应该被抓起来是吧 你搞了一个交易所现在官网了 官网维护到现在都三年了都没开网 你们还居然又出现了哈 不但出现了还又拿了一个香港的牌照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不可思议啊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你看这个OSL交易所 它是说自己是全球首家 获得香港证监会的发牌的一个交易所 提供授予了第一类和第七类的交易许可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那做个总结哈 这个香港OSL的交易所 BEC科技集团 目前的三位主要领导人 一个叫Huge Madden 一个叫卢建邦 一个叫David Champion 他也是这个目前处于官网维护状态的 AX国际交易所的创始人 同样的三个人 那么这个香港的AX国际交易所 从2019年6月1号就无预警官网维护 那么几天以后 628咱们PT就官网了 那么突然 这个AX国际交易所 突然改头换面 在2021年的3月份 就突然就变成了OSL交易所 不但如此 他还拿到了香港的第一家合法交易所的牌照 那么这个香港AX交易所的领导人呢 就突然变成了OSL交易所的创始人 那么请问问大家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神奇的事情 那么如果你看到这里呢 你应该明白这个答案只有一个 就是我们的大天朝 为了我们的PT合法出场 而招安了这个香港的AX交易所 让他官网 让他官网以后呢 目的是为了让他重新开网 成为OSL交易所 那么OSL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咱们PT 能够有一个合法的交易所 能够顺利出场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唯一的合理的解释 否则你就没法解释 为什么这个AX交易所会官网 从2019年6月1号到现在 然后又突然开网 又换了名字 而且还拿到了香港的牌照 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么唯一的理由呢 就是我们的大天朝 为了PT而做的这些事情 所以呢 大家就知道我们的PT呢 肯定是跟天朝有合作 肯定是跟这个OSL交易所有合作 这是唯一的理由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是劳博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